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梁桑彤老師 今天乘著圖書館和閱讀推廣組的邀請 我想跟大家分享和這個星期有關主題的一本書 這本書看起來也有很多頁數 但裡面有很多資料圖 也有很多照片,還有一些地圖 讓讀者了解更多地球發生的事情 而這本OMENIC,中文對譯就叫做年齡 其實2021年有什麼趨勢和地球有關 而我們也想了解更多 就是探索 This Planet and Beyond 其實可以看得很寬 甚至說宇宙的起源 以及宇宙的其他星球 裡面也有所涉獵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也可以買來看看 但是我會想多些去講關於 Life on Earth 這一部分,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地理科老師 這部分的興趣較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位置 也比較緊貼到今天我們講的 就是Global Week 那個位置 就是怎樣去給大家看這本書 其實可以看到地球上發生的很多事情 我其實就想說一下這本書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其實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每一個主題 例如剛才你看到有些主題 Trending 2021 或者Tomorrow and After 這些主題 其實它會有一個quiz master 來做開頭的 什麼quiz master 其實就是講一下關於一些問題 去提起你的興趣 就像我們平時教書的時候 一開始都會問一些問題 這樣挑起你的興趣 所以這本書都有差不多的功效 也有一些fun facts 例如這些問題 你會有一點點想法 對我們這個film 裡面講的東西 所以看完這些之後 你還在裡面找個答案 你看的時候會比較focus 一些的 會不會那麼容易得到 所以我就覺得這本書 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reader friend 其實它這個系列 譬如它講themes 講conservation 這個theme的時候 它會找一些人來做訪問 例如會找一個 跟這個theme很相關 很努力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做一些保育的工作 一些人去做一個訪問 有一篇訪問稿 例如他們在關於conservation這個議題 他找了Chris 是一個在美國長大的一個女士 其實他原本是一個滑雪的高手 但是他跟那個conservation 不是好像我們又小 就接觸這個環境 就好像泰山那些 所以你很喜歡這個環境 他又不是的 他是去到大概三四十歲 他結婚之後 又跟他丈夫一起努力了一段時間 他有一批 就是有一桶金之後 他就找了一個田的想 relax和enjoy her life 然後他就發現這種 就是我們叫rural culture 或者rural lifestyle 這些比較鄉村式的 的一個生活的態度 這樣就很適合他 而繼而可能他每晚 看下這個自然環境 他覺得很有一種使命感要保育他 所以呢 他這裡就 他就講了究竟他做了些什麼 其實他做了一件事 都挺令人震驚的 就是他用他的積蓄去買地 他買一些地來講 然後呢 就把他保育了 因為這塊地買了 他喜歡怎樣用就怎樣用 那其實 高中的同學 我們教二大約林那課書 都經常講過 有個program 是叫money for trees 就是說 政府給錢 一些natees 或者一些土著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斬樹 留一些樹 可以吸收多些二氧化 炭保護全球暖化 減少deforestation 那一類的東西 那其實 想起來都覺得 其實誰會願意拿這塊錢 那也要政府才願意做這些 就是蝕本的東西 那對於一些原住民 或者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發展 或者那個羽林 或者樹樹 或者樹樹 可能要蓋宅 或者用來做其他用途 那我可以有自己的發展 這樣 就是賺到 賺到錢 我們叫make a living 那但是 他的想法不同 這句是他的訪問稿 說出來的 The wild places and creatures have a right to exist for their own sake, to forage in their own way, regardless of their usefulness to people 其實他這句說得很好,就是他帶出了那個 equality 即是不同的品種之間,我們有沒有一個平等在裡面 我們經常都會說,人有人權平權,男同女的權利要一樣 不同種族的人的權利要一樣 但其實有沒有人想過,大自然的一些生物,跟我們都有一些權利相等呢? 即是大家是不是都要有同樣的權利,去使用這一片的大自然呢? 大家都有同樣的權利去生存 不是因為他這種物種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好處,或者沒有一個用處 我們就將他移除,拿來做我們想做的事 其實這種的概念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沒有了一個生物的,或者生態的 equality在那裡 即是一種生態的平權 而這一句我覺得令大家可以反思得多些 即是我們不是為,有時候我們覺得環保是好像在做好心 但其實其他動物可以一樣有生存的權利 好了,那他都有些成功的,譬如他買起了很多的 即是他開始了一些的projects,其實就起了很多的 即是一些我們叫Nature Park,即是很多的自然的保育區 即是這本書給我們第二個的啟示就是 其實Travel is more than the seeing of science It is a change that goes on, deep and permanent in the ideas of living 其實他是想呢,即是旅遊,是想如果你很利用到這個資源 或者很利用到這個情境的話呢 其實可以改變到人的一些想法 因而呢,我就想帶一些他這本書講的一個概念 其實都挺好的,就是一個叫做over tourism 什麼叫over tourism呢? 其實就是說呢,這個是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去講的 就是這個國際間的旅遊呢,已經是在六十年裡面呢 那個旅遊的人數是超出了,即是六十年以來 是多了六十倍,是六十倍的 但是你又不要忘記,富士山呢,這六十年來 他沒有帶到六十倍的吧 萬里長城呢,沒有起多六十座那些的塔 就是這些的tourism hot sport 這些旅遊的熱點呢,沒有因為人 就是沒有因為遊客多了,其實而是多到的 那所以這個概念就會告訴大家呢 其實就是一種很擠湧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就自然很容易產生衝突 尤其是就是當地人和旅客之間的衝突 就是變成了,其實雖然我們去旅遊 在去到別人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為別人帶來一些的收入 但是其實別人可能都未必那麼喜歡的 始終你太多的人都會阻礙到別人的生存 或者生活這樣,影響了別人的生活 那所以都要反思一下 那所以他呢,就是都帶了 除了一些我們叫做classic tourism hot sport 就是去北京就飛到長城 就是北到長城飛好漢那些 那而也都有一些其實可能是 我們都可以去看多一些 就是一些環境方面 或者大自然方面 給予我們 而我們是沒有特別去 就是留意 或者去的一些地方 就是又或者另一個term 我們現在很喜歡用的就是叫做深度有 就是去一個地方 不是只是看 不是只是看一些城市的景觀 不是只是看一些指定的景點 而是去看一下當地的大自然 那樣的 例如就是非洲的草原大千載 都很值得看的 如果跟我們有機會可以去到的話 就是那種的場景 在香港的食屎森林是不會看得到的 那再講一個 就是都差不多時間了 那我講了一個 我的啟悟 那其實這個呢 就講關於migration 就是我們的人口的移動 那其實就是migration 這一件事已經是由人類的 很開初已經有這件事的 其實人類的文明是起源於 就是最基礎的那個文明 或者最基礎的人類 其實是在非洲那裡誕生的 那跟著就 但是為什麼最後可以 就是遍佈七大洲呢 其實就是 當年的人類就是他願意 跳出他的conference zone 跳出他的安暑區 然後去找尋一些更加適合的地方 去生存 那其實 一些的自然的原因導致他去移民 都離不開就是 我們叫做氣候變化 但是說的是60萬年前都有氣候變化的 那就是 就是 越來越不適合住 那他們就會去搬走 那也都有其他的原因 例如可能是 就是有一些競爭 比如可能是跟當地的人類是有競爭 或者是跟當地的其他物種有競爭 所以在這個地方他不是很生存得到 那變成了他就會 就是遷移了 但是 根據一個 我想是一個 人類學家的 說法 其實他就這樣說 我覺得挺有趣的 I think early humans were mainly motivated by curiosity and a desire for exploration 這個就是在說 當年的人 其實都是因為好奇心 才願意走出他的安暑區 去一些未知的地方去探險 才能成就到今時今日的人類 可以 就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州份 都有我們的足跡這樣 而這種的 就是不同的 migration 不同的人口的遷移 不同的人 就自然落地生根 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 那其實 變成了整個地球 我們就在一個很多元的環境 那樣 就建立了一個文化 那這些 我們就會叫做 是一種叫做 非物質的 就是文化 有些為譬如一些的 雜族 風族 那樣 但是呢 他這一套書其實都講了 就是有一些的文化 例如語言 其實都會開始是慢慢 是消失 因為可能越來越少人用 大家都習慣了一個 城市化模式 變成了很多一些傳統的雜族 一些比較 比較長久 可能比較 比較繁複的雜族 一些的語言 不太方便 才會慢慢流失 那所以 又有另一句 就是由 Linguistist 或者是由一個人類學家 就是語文學家 和人類學家 去講的就是 Every time a language dies 我們失去 我們失去 其實意思就是說 雖然有些語言 我們不會用 但是沒有這一種的語言 其實對於我們整個地球 那個完整性 都是少一部分 我們少了一個文化的理解 我們少了人類的一個部分 其實可能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掌握以前的歷史 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很保育 或者嘗試去保護這些文化 其實它慢慢都會退去 那當然這個就會是靠 不同地方 國家之間的努力 那本書還講了很多其他東西 那我覺得 它的意義是在於 給你認識多一些 全球發生的市民 那其實我也是拋磚引玉的 我拿幾個的例子 講一下它和 就是global的關係在哪裡 那所以 就是希望今天的sharing 可以 給同學有一個 就是初步的想法 或者知道 原來有時候都有這樣的書 看起來好像一本雜誌 但是又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這些書 都會令到你增廣見聞 認識世界多一步